公元1521年 大明王朝的皇家陵墓又下葬了一个皇帝 他就是开创了大明王朝的朱元长的后代 在位15年的明古宗朱后照 这是一个英俊潇洒且不乏英武气质的纪念 十分可惜的是 死神已经将他的人生永远的对折在了三十一岁 这幅画像也就成了他留给后人的最后写照 关于他的一生 历史上有很多的传说 有人说他的一生贪悲好色 所行之事多荒谬不惊 是少见的无道昏君 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皇帝处事刚毅果断 弹指之间 朱刘锦 贫安华王 宁王之盼 印州 大败蒙古小王子 精通佛学 悔梵文 是个极具个性色彩的皇帝 也许正是这些毁欲参半的评说 使得其短暂的一生 颇付传奇色彩 公元1517年 大明王朝正得十二年十月 由蒙古大大小王子率领着四万蒙古铁迹 一路狂奔 突破大明王朝边境 路过黄河 一直攻到印州 直逼大明王朝租成 面对日渐浓密的战争因缘 一个名叫朱寿的年轻人 被委任为总督军务 威武大将军总兵官 在五万大军前往对抗王国大军 行军途中 朱寿披甲吃毛 与普通的甲氏骑满同性 这过了不让红衔的将士们感到惊奇 心里都在暗自揣摩 这个年轻将军的来历 当民军与蒙古人接触后 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战斗 大小战斗打百余弹 北武大将军总兵官卓寿 多次亲自踢挂上阵 创入敌阵 一天跨关 明军被蒙古军队分合包围 使朱寿率一队人马援救 才使得明军解围 期间 朱寿与普通士兵同事同住 甚至还亲手杀敌一人 看到这个年轻的大将军如此勇敢 明军的士兵们感到十分鼓舞 打起仗来更加勇猛 最后 小王子自治南极取胜 引兵齐军 明军取得立场自土末之变以来 难得的胜利 实称 印州大街 事集曾经记载 几次一战 在正德年间 蒙古再无可观 朱寿由于战功显赫 被加封镇过功 再后来 这个朱寿一直做到第一瓶大元太师 很长时间以后 人们才知道 这个朱寿不是别人 而是明武宗朱后杖 给自己起的化名 一个最为僵实的皇帝 竟然为化名出征上阵杀敌 和士兵同吃同住 而且还不断地给自己加官进决 这不能不让 费劲 你这不让我拒绝了吗 我去过了 你这不让他 我去过了 就像我这样子 那我来不让你 我来不让你 我来不让你 你这不让你 我来不让你 五宗诸侯赵是孝宗和皇后张氏的嫡长子 像他这样既为嫡子又是长子的情况 在封建礼法社会中是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人 因为孝宗只有诸侯赵这么一个皇子活了下来 所以非常宠爱 据说诸侯赵还提时翠智比兵裕神采焕发 性情人和宽厚颇有帝王风范 八岁时在大禅的请求下诸侯赵正式出格读书 接受严格的教育 诸侯赵年少时以聪明见称 前天讲官所授之书 次日他便能眼眷背诵 数月之间他就将宫廷内繁琐的礼节了然于胸 孝宗几次前来问世学业 他率领宫僚驱走言诵 闲于礼节 看到眼前的情形 孝宗和大臣们都认为 这位皇太子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代贤明之君 然而事情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诸侯赵生性好动 对自己的先祖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 十分崇拜 平日里对骑射等很是偏爱 经常习恋 他的父亲朱又棠也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为太祖朱元璋一样文武兼备的旷世圣君 所以对诸侯赵沉醉于骑射游戏颇为宽容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 孝宗发觉 诸侯赵对这方面的爱好似乎已经影响到了他的学业 哄诸侯赵文武丧志 加强了对诸侯赵的管教 公元1505年 明孝宗病重 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特意把大学士刘建 写签 李东阳 赵志 前行公暖阁 我已脱孤的重任 东宫聪明 胆年尚幼 好意已乐 先生被成全之读书 赴为贤主 洪志十八年五月初七 营孝宗朱又棠驾登 诸侯赵即位 年号正德 坚负先帝 阻托的大臣们 一心想着不辜负重托 全身心的辅佐 幼主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小小年纪的皇帝 竟然是那样的难以对付 托孤重任 也成了一个令他们大为烦恼和无法完成的事情 作为少年天子的武宗登临龙庭宝座后 刚开始也还像模像样 但是时间一长 每天的临朝礼政 让他感到很是枯燥乏味 虽然感受到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所带来的威严 但是随着而来的严格约束 也让他烦恼不已 没有了父亲管教的诸侯照 贪玩好动的本性 不久就暴露了出来 太监刘锦为了放松武宗的心情 每天进风鹰犬糊涂 还偷偷带武宗出去逛 哄着武宗高兴 这种诱惑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讲 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 刚开始的时候 大臣们认为武宗做一个少年 好玩是天性 慢慢的就会转变过来 没想到武宗玩得越来越离谱 先是在宫中模仿街市的样子 建了许多店铺 让太监扮作老板百姓 武宗则扮作富山 在其中取乐 后来又觉得不过瘾 于是又模仿妓院 让许多宫女扮作粉头 武宗挨家进去听去迎乐 一时间把后宫搞得是乌烟瘴气 看着少年皇帝一天天的不务正业 甚至把为皇帝而设的坚言日奖也给取消了 这令诸位大臣们感到不能容忍 郑德元年四月归筹 吴府六部等官员纷纷上奏 宾客几事中 杨一盈在书言中说道 人均不可有他事好 实骤攻势由非所义 大臣们轮番上奏 有的甚至以请辞相威胁 面对大臣们的激烈言辞 小皇帝确实挺害怕 但是又不想回到以前的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中去 于是说道 朕闻帝王不能无过 众星如此尽艰用心良苦 亲等所言 俱见钟爱之城 朕当从而行之 小皇帝的答复让大臣们很满意 而且表面上也确实稍微老实了几天 但背地里依旧我行我素 渐渐的 小皇帝从中看出了门道 任何事情只要自己拖延不办 大臣们也是奈何不了自己的 等他三年 一五零八年 烛火灶已经成长为一个翩翩少年 他的心思也随着年龄的增长 产生了更多的变化 进宫内枯燥的生活 让他感到越来越不能适应了 索性离开了紫禁城 住进了皇城西北的报房新宅 报房以前是贵族圈阳虎豹等猛兽 一共玩乐的地方 元朝时期已有此风险 报房新宅始修于正德二年 至正德七年 共天造房屋二百余间 好云二十四万余两 报房里面多购密室 有如迷宫又建有教场佛寺等 这里充斥着教房司的女月 高丽美女 西域舞女 扬州少女 乃至于妓女寡妇等各色女子 报房之内到底有多少女子 恐怕连武宗自己都不清楚 武宗虽然风流好色 却有一个遗憾 是无法弥补的 原来武宗即位不久就娶了夏皇后 之后又选了几个妃嫔 然而他似乎对后宫中的皇后嫔妃并不在意 自从搬到报房之后 就很少回到后宫 而是将喜欢的女人都放到了报房和宣服的郑国府 武宗远离后宫 而中情报房是因为与夏皇后感情不合 还是有其他原因 已经是无法考试的迷恶了 但是后人推断 没有子嗣 也许是一个关键的原因 一个偶然的机会 使他想出了一个常人不敢想的办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郑德十一年 贤富在家的马昂 为求得复职升官的机会 结交武宗身边的红人江斌 江斌极力在武宗面前赞扬马昂 妹妹美若天仙 有贤熟骑射 能歌善舞 武宗一见果然异常欢喜 不顾他已有身孕 将其从宣府带回报房 并给马昂升官禁职 武宗这么做 实际上是另有一番打算 因为在意识到自己不能生育后 他就想借此满天过海 朝臣听到了一些风声 有见马昂被受幼嘟嘟 知道了传闻属实 就纷纷上书 要武宗驱逐马氏 以决浩坏 也不知道是奏书中 吕不韦禁御女这样的典故 让武宗幡然醒悟 还是见到事情已经泄露 武宗倒是逐渐疏远了马氏 也就没有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 马氏风波虽然过去了 但这件事却给朝臣敲响了警钟 正得六年六月新位 大学士梁楚等又上言劝阻约 日者怯闻圣驾自西安门而西 京速而回 不知灵性何所 皆为天子出入 必备法架 必传锦币 福千镜之子 尚不肯垂堂而坐 陛下一身乃宗庙设计之主 纵不为身兮 夺不为宗庙设计乎 梁楚在书宴中还请求武宗 从近秦藩王中选择二三人 放在宫中加以培养 作为将来皇储人选 如果武宗有了自己的子嗣 那么就将其送回 这种想法既可以稳定人心 又保证了皇权可以顺利平稳地传承 因而得到了很多朝臣的一致赞同 但武宗对此不予理睬 当时武宗上不到三十岁 身强力壮 精力充沛 他不相信自己会没有子嗣 再说 现在选立藩王之子 不就是向天下宣告 他不能生育的事实吗 况且报房之内美女如云 说不定哪天就会有谁怀上龙肿呢 武宗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在报房过着自以妄为的淫乱生活 除此之外 他还在后院炼训兵戎骨炮 隆隆的炮声不时地响彻在都城的伤口 武宗这样肆无忌惮的胡闹 终于惹出了一个大祸 正得九年正月十六日 武宗在宫中张灯结彩燃放烟花 不慎失火 不慎失火 殃及宫中重地 乾清宫 武宗实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火势赤盛时 上游网报房行事 回顾光焰烛天 戏位左右约 是好一棚大烟火耶 乾清宫 是内庭三殿之首 象征着皇帝的权力和尊贵的地位 他被烧了 自然是大不祥之兆 依照古代民心说法 乃是祖宗神灵 发怒了 武宗这回也知道自己的祸惹得大了点 因此老实了几天 做了自责 可没过几天 武宗又恢复了以往的状态 人们都以为 沉沉于报房之中的武宗 忘记了自己是个皇帝 大权 似乎已经旁落到太监留紧手中 但事实并非如此 武宗虽然不入大内 但是仍时常上朝听证 批打奏章 决定国家重大事件 不愿上朝时 又通过私立间 传达自己的圣旨 命内阁执行 即使他远在宣府的时候 还是特别强调 虽然大臣不许前来 但奏章 要一件也不许少的 送到宣府 至于是否批复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由此可以看出 武宗虽然做出了许多荒唐的事情 但在权力上一点也不糊涂 对权力抓得很牢 刘锦被迅速诛灭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刘锦被临耻后 武宗并没有从中西去到什么教训 对自己喜欢的太监 依然是宠幸如故 甚至被收为义子 武宗在位短短的十几年间 曾收有一百余个义子 甚至在郑德七年 一次就将一百二十七人 改赐诸姓 每当武宗在京城玩够了之后 就会到宣府的郑国府去居住 这个居所是当年 打败蒙古小王子后 兴建的 当时武宗并没有班师回朝 而是在这里游上满水 把这里当成自己另一个安乐卧 他刚到宣府之时 在这个远离国都的军阵 可以肆无忌惮地放纵 每到夜晚 武宗带上一队亲兵 在空荡的街道上闲逛 看见高强大院的富处之家 他就令亲兵上前砸门 然后入内抢索妇女 动得人心惶惶 家无宁日 虽然百姓很害怕这样一个皇帝 在这里胡闹 但是武宗自己 却非常喜欢宣府的郑国府 甚至称这里为家里 公元1519年 刚刚结束长达半年的西北游玩后 武宗又开始计划到南方巡游 一天早朝的时候 明武宗宣布圣旨 决定派郑国公诸寿 实际上就是自己难寻 已经半年多没有见到皇帝的大臣们 对此实在不能容忍了 他们联合起来轮番向武宗觐见 3月17日 大臣们跪在武门外集体劝见皇上 收回成命 面对声势浩大的觐见 明武宗眼看着不能成行 非常生气 将跪在武门外的百官 每人停仗30 一见心头的怨气 有11个大臣 死于非命 三个月后 一场蓄谋已久的叛乱 让武宗有了名正言顺的南巡机会 然而 这对于武宗来讲 究竟是祸 还是福呢 郑德十四年 公元一五 一九年六月十四日 九怀一致 阴谋作乱的江西宁王 朱晨豪杀死朝廷命官 率众起兵作乱 七月十三日 南京首备参赞等官 才将朱晨豪反叛的事 奏到朝廷 武宗听到消息后 立即下令兵部诸官 到左术门集议 众人讨论后 决定派兵征讨 上奏皇帝裁决 接连三天不见答复 原来武宗因上司难寻 未能如愿 想趁这次机会 亲征游历江南 消息传出后 众大臣力劝武宗不可 但武宗心意已决 于七月二十六日 下召亲征 指出 朱晨豪的罪状 并下令 削取他的风诀和踪迹 然而 当武宗到达河北拙县时 王守仁 请获朱晨豪的捷豹已到 武宗似乎已无难下了必要 但他履行王守仁 不要北上献服 自己则继续南政 一定要眼见南方的秀丽景色 武宗率领了数万平坦大军 走走停停 包揽了江南的风情 十二月十八日 到达扬州的时候 他似乎没有考虑什么皇室尊严 亲自前往妓院 看望一些平静 从此 扬州的妓女身价倍增 正得十五年二月初六 朱晨豪等亲犯 被押解到南京 献服一事 在南京演武场进行 明武宗批划整齐 让将士们列队战力 看着自己亲手 将朱晨豪打翻在壁 然后左右护卫一拥上前 把朱晨豪绑了个结实 之后明武宗才正式对百官宣布 自己平坦成功 得胜 还朝 而这时 据武宗从京城出发 已经有足足一年的光景 公元1520年10月 当大军反京行至江苏 清江浦时 明武宗忽然玩性大发 要把渔翁在船上打鱼 谁知撒了几网后 正在信头上的武宗 却一头扎到江里 虽然被很快捞上来 但此时秋水已寒 假之受到了惊吓 就此留下了毛病 十二月初时 武宗回到京城后 病体日渐沉重 正德十六年 公元1521年正月初一 武宗此群臣下年宴 正月初六 武宗病重 正月初十 由于武宗病重 交四礼改为占卜 二月初一 武宗因病霸朝 同年三月 三十一岁的明武宗 诸后照 驾崩 五月初八 孙氏义皇帝 妙号为武宗 九月二十二日 藏于他 孙氏乌